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画的是自己用的椅子 一张画的是他给好朋友高跟预留的椅子 奇怪的是这两幅作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 从来没有被放在一起展示过 这是为什么呢? 话说1888年2月 在巴黎四处碰壁的梵高 在法国南部的阿尔租了一间工作室 希望在这里能有一个新的起点 这间画室非常特别 内部的结构并不像一般的那样规整 尽管梵高自己已经非常贫困了 但他还是专门为他的好朋友高跟空出了一个房间 梵高在这个画室里面画了很多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 其中就包括两张画着靠背椅的这个画作 象征着梵高和高跟的友情 梵高的这个他自己画的自己的椅子呢 看上去非常腐实 上面画的自己的烟斗和布料 那另一方面呢 高跟的椅子看上去呢就比较华丽 是一个扶手椅 上面画着几本书和一支点燃的蜡烛 从这两张画就可以看出 梵高啊对高跟非常的尊重 后来呢两个人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呢这些事情呢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桩悬案 据说啊两人大吵了一架 梵高割伤了左耳精神崩溃 被劝说去了精神疗养院 而高跟呢则离开了梵高 只是和他保持非常简单的这个书信来往 刑管呢当时两位艺术家的预警都不尽人意 但后来呢他们都成为了现代艺术大师 改变了世界艺术史的进程 他们的画作都成为了传世经典 关于他们的艺术展览举拜呢也非常的频繁 那大家会想 既然他们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纠葛 把这两幅有象征意义的画作放在一起 似乎是炒CP的最佳方案 可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 两件作品连雀桥相会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幕后的主要决策人 是梵高的弟媳妇 约翰娜邦格女士 众所周知 画家文森特梵高和他的弟弟画廊经理人提奥梵高 一直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在文森特去世后不久 也很不幸 喜奥呢 他也生病去世了 因此 梵高的画作的继承人 就变成了他的弟媳妇 约翰娜邦格女士 邦格女士 接手了梵高的遗作和日记后 为大众普及梵高的艺术精神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他非常乐意把梵高的椅子 这件画作寄给机构做专题的展览 但他显然对高跟耿耿于怀 他认为啊 这个高跟是梵高悲剧的始作俑者 所以呢 他一直雪藏着梵高画的高跟座椅 然后高跟他确实有些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很不好道的做法 就是梵高呢 他已经去世了 高跟当时还活着 他为了蹭梵高的热点 就对外宣传说 他教会了梵高怎么画画 然后呢 实际上呢 梵高在完成高跟座椅这幅画作的时候呢 为了表示他对高跟的建议 他在椅子上画了 象征智慧和希望的书本 和带着火光的蜡烛 另一方面呢 他自己的椅子在上面 一开始没有画烟斗和布袋 所以一开始呢 他的椅子上面是 这个梵高的椅子上面是空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文森特 给他弟弟提要的这个信件中 证实这一点 不过呢 就在高跟离开梵高以后 梵高踩在自己的椅子上 添化了这两件东西 表明了自己的有一种存在感 显然对于文森特来说 这就表明他与高跟的友情 虽然出现了变化 但他没有忘记过去的美好时光 如果他真的很恨高跟的话 高跟椅子那件作品 应该是不会留下来的 文森特梵高和保罗高跟 是两个性格差异极大的人 却因为因缘际会成为了朋友 又因为性格原因彼此分离 尽管如此 他们分别给我们留下 优秀的后印象主义画作 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存在的思考 希望有一天 凡高的这两件作品能够被放在一起连展 听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两件作品没有一起展览过 是不是很可惜呢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还请留言讨论和转发 如果觉得有不足 还请私信我们提出您的建议 卫雅空间 祝您晚安 好梦 谢谢